华为Mate60 Pro使用的则是麒麟9000S 就是7奈米的晶片 那么华为有一个优势 就是能够配合北斗卫星系统 还有天通卫星系统 以卫星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扳回一城 当然不是你规格好 然后就能卖得好 用什么用价格 低价的基本款 到高价Pro和Plus 这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区格 事实上规格又区格 会造成功能有差别 功能有差别 然后我就会决定买 当然不一定 我要看这个功能带给我多少好处 比如说天通卫星 我可以打卫星电话 如果像我最近有些朋友 是内蒙古说 我天经在草原上 我常常找不到讯号 所以我买一个这种手机 对我来讲很好 所以每个月大概多花100多块台币 您觉得苹果这只新的手机 iPhone15系列 它的销售有可能会优于先前的预期吗 我觉得它会有一定的业绩 但是所谓优于先起的预期 因为之前看衰的人也有 觉得它会做得比以前好的人都也有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真正会影响它销售量的 除了说同性质 同类型 或者同价位的产品 这不只是华为 还有其他的机种等等 还有其他中价位的手机 最重要的还是基本面上 就是现在有的国家是通缩 有的是整个物价上涨的很厉害 虽然稍微的停滞了一下 可是基本上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底下 消费者信心不足 这个现象在中国大陆也好 在欧洲也好都面临 所以消费者消费信心不足的情况底下 他愿不愿意花个3万多台币将近4万 或超过4万去买一个高阶手机 我觉得是最大的因素 但是我不会因此就是说看衰iPhone 比如说去年的今天 去年的911 iPhone 14 Pro 号称说预购出货 必须要等一个多月 好 iPhone 13也喊出什么样的口号 他说可能会比iPhone 12等还久 结果iPhone 12也是要一个月 iPhone 13一个月 iPhone 14一个月 跟现在喊出来的2到3周 3到4周 事实上都一样 可是每一代新推出的时候都说 我们这次会比上一代抢手 可是过了3个月之后 Shopee上面网路上面都可以看到说 现货供应 所以这是一个饥饿行销的手段 而且这所谓的新机行情嘛 就是总会让你等待 然后呢 所有的新手机不只是iPhone 15 最近在它之前就已经先发布的 华为的Mac 60系列 其实现在 我大陆朋友也是讲说 你要买的话 要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都有这个待机 交机的这个时间 好 经济日报就分析 并且比较了iPhone 15跟Mac 60 Pro 那么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 他们的重点是这样子 苹果iPhone 15 Plus呢 搭载的是4奈米的A16晶片 那么iPhone Pro Max呢 正式使用这个最新3奈米的A17 Pro晶片 华为Mac 60 Pro呢 使用的则是麒麟9000S 就是7奈米的晶片 那么华为有一个优势 就是能够配合北斗卫星系统 还有天通卫星系统 以卫星通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扳回一城 结论就是各有盛场 沐老师我想请教您 晶片比较先进 就能够保证这个销售量 一定能够胜够对手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您观察iPhone 15跟Mac 60 Pro的 用户群在上 在用户群上面 有没有做出一个市场的区隔 第一个问题答案非常简单 当然不是你规格好 然后就能卖得好 因为那个 那事实上第二个问题 我们再回答下来 就可以解释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这样子 因为当你说市场区隔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事实上苹果自己 这个iPhone 15 或者每一系列都是一个系列 它自己本身 就其实做了市场区隔 华为也是一样 它用什么用价格 低价的基本款 到高价的Pro和Plus 这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区隔 但是如果你拿这两个机器来比 非常有趣 因为它们代表 不是光是两个高价手机 或者是绚丽的品牌 因为还有两个 一个后面是美国 一个后面是中国 两个的角力 所以大家需要很多情绪 把它放到里面去 可是我们要回到 比较理性的角度来观察 事实上规格有区隔 会造成功能有差别 功能有差别 然后我就会决定买 当然不一定 我要看那个功能 带给我多少好处 我买的是我的享受 我的使用体验 所以里面有的人 而且这要看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使用者 像你刚刚提到说 譬如说天头卫星 我可以打卫星电话 那如果像我最近有些朋友 是内蒙古说 我天天在草原上 我常常找不到讯号 所以我买一个这种手机 对我来讲很好 所以每个月大概 多花100多块台币 还有一个朋友 是全世界到处去探险的 常常去那个 生物渺无人机的地方 他说我得买一个保险 万有什么状况 我可以打得到 而且最近也看到 日本对于这个华为的手机 非常的期待 因为那个日本多地震 所以很怕说 万一到时候通讯被中断之后 在那个坍塌物体下的话 他怎么收到最好 所以说所谓的市场区隔 是真正要用到用户的好处 用户体验 它的需求度 那现在因为才刚刚开始卖 那就像我刚刚讲 因为还有美国跟中国 这个我把它叫 科技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后面 所以很多的报道 其实都有一点点夸张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基本时间再拉长一点 再来观察 看这两个的市场区隔 会怎么样来显现 但我比较重视的一点 就是说市场 中国是个大市场 华为能不能从中国市场 走出到别的国家去 这是一个未来观察的重点 这点非常重要 好 苹果PK华为 现在苹果在中国大陆的预购 也是呈现一片的热销 开放预购 中国苹果的官网一度当机 那么微博的热搜关键字 一度就出现 苹果官网崩了 因为大家一时之间 都想要上去预购 好 像美团 京东 这些通路 部分的机型 据说还要等到11月 才拿得到 才会上架 美团开放预购之后的30分钟 这个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人民币2亿元 这和台币大概是8.8亿左右 而中国苹果官网 iPhone 15 Pro 256G的 是必须要等到10月的中下旬 才可取货 那么15 Pro Max 则是必须要等到11月 才能够拿得到 所以同样的跟华为一样 现在也是因为新机 还是必须说这就是新机行情 大家都想要抢先 而且通常这个 这拿到新机的时候 一定先照个相打个卡 说我拿到最新 表示我的优越感 所以真的需要 这一窝蜂的去抢先吗 好 我要问一下这个江老师 就是中国大陆 毕竟是华为的主场 那么面对华为的挑战 这个15在中国的销售开盘 现在看起来算是不错的 可是苹果在中国手机市场 这个龙头地位面对华为的竞争 您觉得它还保得住吗 理论上它应该是保不住才对 因为这个问题很妙 就是说华为跟苹果 在手机市场的竞争 我们目前的观察点是在这里 这里面很复杂 第一个我先讲一下 因为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 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 其实这一次是因为 华为的晶片有被限制 所以它变成一个话题 大家看说华为是不是突破了美国的限制 现在新闻媒体这样看问题 其实就算没有这个限制 一样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华为要取代苹果 在中国的市场 那是这样子 进口替代整个模式 一开始从科技产品的组装 然后供应链从外面进来 现在后来供应链引进来 建立红色供应链 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然后先把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这个地位替代掉 叫做进口替代 之后中国的企业在国外去 把外国企业的市场也把它抢过来 在海外市场也替代 不只是国内市场 就是它的产业战略 对 就是中国的 所以苹果在中国的市场 它迟早会被进口替代这一套 步步进逼 这是迟早的事 对 所以只是因为华为有被晶片禁运 所以变成一个话题 大家觉得这个 其实如果就算没有这个什么 脱钩禁运这一套的话 对 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特斯拉 你看特斯拉的电动车也是一样 它先把你请进来 你从组装到供应链整套进来 聚落 一个产业聚落 可是中国企业就开始观摩 开始模仿 开始发展自己的红色企业这样子 然后它先把你在中国的市场销售拿过来 之后它的东西也卖到外面去 在国外市场跟你的特斯拉的车子 它也要把你市场的份额抢过来 它这一套是电动车在玩 智慧手机一样